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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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红台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台长接受法师敬献的字画 明镜与点栏目 南无关磁印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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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碑 大碑路上任 鬼妙行令法 如来正法命 献献关事银 执行鬼名状 恨求不退行 民养举怀礼 人全共感恩 谢谢 莲花朵朵静开放 心中烦恼得释放 世间万物静随缘 人间净土大团圆 这是刚刚观世音菩萨赐给我们这次法会的诗啊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 感恩各位法师的护持 感恩全世界的佛友 这几天我们法喜充满法界圆满 感恩我们的香港圣约翰的救护队 还有感恩我们的音响师和剧场和一些义工们的付出 所以我们今天呢 在天上呢又多了一千两百朵莲花 观世音菩萨伐喜 佛陀更是欢喜 这几天菩萨欢喜一常 天上天下像过节一样 今天的拜师又有很多弟子都看见菩萨降临 观世音菩萨 所以今天他们又写了这么多现场看见的灵验世界 台长说天天跟大家在一起 发喜充满 如果我们的人间能够天天用善良的心 慈悲的心来在人间生活 这个世界一定会更加美好 太多的灵验我只能稍微的介绍 因为很多的弟子 大家都很喜欢听师父的开示 所以只能选几个 弟子是来自新西兰共修祖的朱庆文 我非常高兴的在拜师的现场 现场全身像通暖流一样 浑身发热 在接受师父加持的时候 我突然看见观世音菩萨妈妈 和师父非常光亮高大 出现在半空中 菩萨妈妈身穿浅黄色的衣服 像母亲一样 和蔼可亲 现场太殊胜了 我太幸运了 告诉大家 大家都很多人都想到天上去 去看一看 那么这个人呢 他上去了 那么我现在告诉大家 他说我叫刘小华 他说我看见一条宽宽的石阶路 是彩色的 我就往上走 眼睛看见一条河上 整整齐齐有好多圆圈的莲花 浅绿色盘 花是粉红色的很大 我往上走 看见了弥勒菩萨 他大大的肚子在笑 和庙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他头上有金光一闪 再往上走 我看见了一个大厅 很高大 里面有菩萨 除了大厅外面 有山有水 我看见观世音菩萨的白裙子 但是我没有看到观世音菩萨的脸 过一会儿 我又往上走 好像是一片树林 很多孩子在玩 又走过来很多高僧大德 他们穿着袈裟 往前走 屋里我看到了 南天门一样的牌坊 在过去看到很多好鸟 叫声很好听 周围绿绿冲冲 环境优雅 人觉得非常舒服 我又被边上的声音 回到了现实 眼睛睁开 鸟儿的叫声 还在耳边回荡 师父 我是不是在仙境里走了一遭 师父 现在明确地告诉刘小华 你已经在天上走过了 所以没有去过的人 人人都说天上好 我们为什么天天都想上天 其实天界真的很好很美 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 我想还有一个事情 一定要跟大家讲 这种都是已经很普遍的 他说他拜师的时候 一个一尊有几米高的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 踩着莲花从空中飘下 然后就看到天上有一朵粉红色的莲花 降落在他的头上 他说发法喜 他说他看到从西方有树光射向法会会场 那树光我看到好多菩萨都到了法会现场 有四尊护法神 菩萨非常高大 威严分别站在法会的上方的四个方向 我又看到了天上的云梯在我面前 我顺着楼梯走 当我走到楼梯的当中 遇到了弥勒菩萨 坐在那里对我哈哈笑说 你来了 所以在一艘很大的法船上 分别有西方三圣 还有佛陀地藏王菩萨 斗战圣佛 还有其他菩萨我不认识 在法船的周围有龙和缝在盘旋飞舞 场面非常殊胜 我又看到师父跟随观世音菩萨 踩着莲花一起降落在海面上 只看到师父指着海面 我看到海面上出现七个彩色 有金光的大字 叫无欲自然水自清 师父的一个座右名是 无欲自然心如水 但是这里写的是 无欲自然水自清 这是师父给大家最新看到的东西 我开心激动难以控制 哭了起来 因为太激动了 心脏猛烈地跳动 把我一下子拉回到现场 太多了 我都不能讲 但是呢 里边我记得有一篇 是讲着那些懈怠的人 师父把他们莲花摘上去 掉下来的事情 其他的我都来不及讲了 我就把这一段给大家念一下 我叫王家宣 来自杭州 刚有幸成为您的弟子 我梦见了师父给我开示 早上五点 我听到父母正在讨论 几点钟叫我起床 突然看见师父出现 对我说 你看你看 还不起床 时间都浪费了 随后师父给我看了两个 像蒙古包一样的建筑 其中一个蒙古包一样的建筑 不停地有弟子 源源不断地出来 只见这些弟子正吃着饼干 有的边走边玩 玩着手机 看着电视 还有闭着眼睛在睡觉 有的边走边说话 还有的成情结队的走路 很着急 像在追求 狂追求某些物质的东西 这时弟子完全不顾一旁 威武 那些弟子不顾一旁 站着威武的天兵天将 和穿红衣服的 垂着双眼怒目而似的护法绳 一个一个 一群一群的 从这个建筑物到另外一个建筑物 师父随后跟我解释说 你看他们多可惜 成为弟子后没有抓紧时间 好好念经 正在走向最差的地方 这些弟子就是在吃喝玩乐 睡 滩中度过 莲花很快就会哭了 很可惜 菩萨到时也救不了他们 师父只能流泪 原来两个蒙古包的建筑物 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境界 这些弟子因为浪费太多的时间 也不精进 只追寻人间的物质 正在从上一个蒙古包的境界 掉到莲花快要枯萎的那一层了 师父看了很揪心啊 护法神们看了都很生气了 弟子正是一万五千五百八十三号 杭州王家璇 师父跟你们讲过 做人学佛要精进 我今天花了这么大的力量 帮你们把莲花摘到天上 但是有很多人不珍惜 他们很快就会枯萎的 所以到了时候生癌症 再拼命的去求菩萨说 我菩萨你为什么不救我呀 你为什么不救救我呀 那个时候你就想想你 懈怠的时候 希望大家赶紧铭理 好好地学佛 时间不等能了 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多做功德 好好学佛 才能了脱人间的烦恼 才能超脱六道 进入四圣道 佛教讲三世因果 是指你今生所有的作为 都是你上一世所做行为而受的果报 上辈子积福积德的人 这辈子会享受这样的福报 很多人这辈子造业 末法时期已经等不到 下辈子给你报应了 今世当场受报 枪毙还有判刑 还有很多人自杀 还有很多人被折磨的车祸 当场死亡 这些都是现世报 如果你们今天感觉到 已经在身上报了 那你已经是现世报了 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 不能造新业 今天菩萨再三让我跟大家讲 不能造新业呀 旧业菩萨根据你们修行和忏悔的一些原理 可以帮你们去掉很多 但是造了新业 你就连旧业新业一起报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小朋友小时候偷过东西 但是他永远不偷了 没有人会说他是个贼 一个小朋友小时候偷过东西 但是他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 十年偷一次 人家就会说 你从小偷到现在 你怎么改不了你这个毛病 所以我们学佛人过去做错的事情 永远不能再去重复的去造新业 否则你旧业未了 新业又造 我们要保住自己的未来 能够平安顺利 我们不能造新业 社会上有很多人 整天在抱怨当中活着 他们已在浪费宝贵的生命了 精进修心学博 就是挑战自我 其实人最难战胜的 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你想改变别人 台长就是告诉你 先好好地改变自己 这就是正觉 如果你总觉得别人是错的 那就叫错觉 所以没有一个学佛的人 要有错觉 希望大家要正信正念 就是自我改变 先从自己改变开始 要常忏悔 要经常做一个没有怨气的人 做一个心灵纯洁的人 这个人在人间才称为自在佛呀 有一个男士 五十多岁了 他总是在年轻人面前 感叹地说 哎 我要是现在二十多岁 多好啊 我会比你们都好 我会做出很多成绩出来的 那些年轻人 不服地说 那你二十多岁去干嘛了 男的说 哎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在羡慕十几岁的孩子 所以我还没到成熟期 年轻人又问 那你到了成熟期之后 你又干了什么呢 我又在想要多干一些 时光一去不复返 不努力的人 不务实的人 就像天空在界一百年 也叫空谈 所以学博人不能嘴巴讲 要实实在在地修心啊 真心地实修 精进地努力修 那你就是活在当下 学博人不能在感叹当中 浪费时间 浪费我们的青春 想一想 你们在座的时间 基本上已经过了一半以上了 我们不能在这么浪费时间 没有功德 我们拿什么回去见我们的母亲啊 我们拿什么回到天上去啊 多多的度人 好好地念经 那才是真正学博人的心态啊 有时候想一想 自己五十了 啊 我六十了 我怎么已经像六十分了 我怎么七十了 时光一去不复返啊 抓紧点滴时间 正确对待人生 你才会拥有时间 拥有你的生命啊 学博人 一定要把自己看空 一定要看空 一定要看到自己是空的 你就没有烦恼了 所以一定要经常想 我有什么了不起 我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来的时候就一无所有 所以我也不会因为 要到走的时候想带走什么 所以不会因为我执而产生烦恼 不会因为自己的功高我慢 而整天感受到别人的嫉妒和诽谤 因为你觉得很了不起 别人说你不好 你就会挂在心上 啊 你敢讲我 啊 你怎么对我这样 你知道我是谁啊 你是谁 你是一个无名的人 你来到这个世界 连名字都没有 你是谁 等到你走的时候 你又是谁 几百年之后 你又是谁 想清楚 想明白 才懂得 人生是我们的旅行之地 不是我们的家呀 今天 很多弟子在拜师的时候 跟师父说 师父 我找到回家的路了 所以 一个人 痛苦是自己找来的 烦恼是自己想来的 生气是你生出来的 就像生孩子一样 你不生 他哪来的孩子 你不生气 他哪来的气呀 好好地学佛 今天开始就不生气 你不生气 气就跑掉了 所以我们做一个快乐的人 就是要离开生气 离开烦恼 就是不去找寻痛苦 我们永远远离痛苦 所以在家人学佛 要懂得随缘 比如 摔了一跤 心里很懊恼 我今天怎么会摔了一跤呢 你用佛法的思维来想 今天摔了一跤 哈哈 太好了 你看 又没伤 我躲过了一关 你用善良的心态去想问题 你会得到善良的回报 你用恶的种子去想问题 你越想越害怕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往好的地方想 人的心也是这样 只有把别人都当成菩萨 你的心中充满着菩萨 你把周围的人都当成恶人 你的心中一定是恶贯满盈啊 有一位青年去拜访一位智者 他说 他说法师请问人的一生哪一天最重要 是出生之时还是死亡之时呢 是恋爱之时还是事业成功之时最重要呢 智者告诉他 生命最重要的就是你今天啊 青年问为什么 这个智者说 因为今天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财富 我们过去的已经没有了 未来的我们还没有得到 我们只有今天是我们唯一的财富啊 所以昨天无论你多少值得回忆和怀念的炫耀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已经过去了 明天无论你有多少的梦想还有辉煌因为还没有到来 无论今天多么平常暗淡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由我们自己支配着 所以把握当下 稳住今天 好好学佛 你就是在造的生命 你就是在插洗你的本性 这样你才能得到未来 因为把握今天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呀 这个青年他还想再问 智者说在谈论今天的重要性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浪费了不少今天 我们拥有的今天又减少了很多呀 想一想 你们同样坐在这里 能够发洗充满的学习更多的智慧和佛法 还有的人就这么睡觉 打麻将 还有的人就在吃吃喝喝当中度过了一天 这一天永远不会回到这个世界上来了 所以活的每一天必须做有益于人的事情 要帮助人 要成为人的人类心灵的工程师 我们要懂得 我们无论如何 要懂得要懂得我们唯一的资本 也是唯一的机会 就是今天 今天 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要忘记昨天 好好地把握住今天 我们才会有更多的梦想的实现 我们才会有明天美好的未来 金刚经说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我们最不认识的人 其实是我们自己 台长经常跟别人说 你们不认识你们自己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性格 脾气 知道是表层 而不知道他的内心 我们其实都有一双眼睛 因为这个眼睛 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身体 我们眼睛看出去的都是别人 所以别人身上的毛病 我们看了一清二楚 而自己身上的毛病 永远却看不到 因为我们这双眼睛 每天的向外看 去寻找别人的缺点 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我们这双眼睛 要用智慧 要看看自己的内心 你有多少慈悲 你有多少善良的心 你应该好好地用佛性 来这个世界生存和生活 其实在我们的眼睛里面 看到的总是那些 公民富贵 财产财物 美色等身外之物 因为眼睛看出去的 不是你身体的东西 所以都属于身外之物啊 所以我们的眼睛看到了 我们的心就开始跟着眼睛动了 天天所看到的就去追啊 去求啊 我们为了追求这些名利 奋不顾身 忘记了自己的内心 这个好久不见的 真正的自己啊 所以人就会迷失在 茫茫的红尘之中啊 要学佛 就要向内心看 所以我们修行当中 有一叫观心 观心就是看自己的内心 就是观自己的佛性 如果你天天在观照自己的本性 你就不会去在乎外面的 五欲六成的那些 假象的迷人之物 通常让我们觉得难堪的事情 都是身外之物 面子啦 还有名誉啦 还有地位啦 想一想 这些面子是外面的 不是你的 那些名誉 名车 好的房子 都是外面的 不是你自己内心的 所以你不会 被摄像 所迷惑 因为你是学佛人 这个概念 就是因为你学佛了 你知道 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 不是你自己的东西 你就会慢慢的 抛弃它 就犹如别人的经济好 别人住的好 人家穿名牌 因为这些都是虚无的东西 这些都是空的 假的 不会造成一个学佛人心里的不平衡 其实你拥有的东西 它不一定拥有 身外之物 没有一样 是有意义 可以和你的心灵的 最纯洁的薄性 可以去比的 别人有的东西 那是身外之物 而我们有的东西 那是天上的 那是智慧 是别人所没有的 尊重你自己 好好地学佛 理直气创 活出一个善良的本性出来 一个听众 女同修 台长看了她 关节不好 听众反馈说 她以前摔了一跤 骨折后 一直不好 脚还肿 台长说是灵性 如果这位同修 不吃全素的话 心脏很快就会出毛病 因为台长看到她 心脏外面的血管 有粘连 听众反应说 医生说她已经有 三根血管 粘连堵塞了 台长还指出她身上有打胎的女儿 喜欢清她的脸 所以她的脸上皮肤特别不好 请大家听一听这段的录音 感谢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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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帮同修问一下 她是属龙的 一个女的 请师傅帮她看一下 她的毛病 她的毛病都是在表面上的 就是说腿痛 关节痛 对对对 她这个时候 摔了一脚 然后就骨折 就没有办法高 然后就那个脚 一直是肿的 这是灵性嫌 她小房子 许愿许得不够多 我知道了 你要叫她吃全素了 叫她吃全素了 叫她吃全素 她现在还没有全素 对她很难讲 她做不到 她做不到心脏出毛病了 我看她心脏的 外面的血管系统 都有粘连的情况 所以她的手会发麻 血上不去 心慌 是因为那个医生说 她三根血管主宰 看见了吗 对对的 她有一个女的 一个女儿 好像被她打拆掉的 好像她之前 钓过小孩子 对 我告诉你 她这个女儿 还亲她妈妈的脸呢 所以她妈妈的皮肤 一定不好的 我看她妈妈脸 脸有点黄 脸色很不好 脸色不很不好 现在知道了吧 整天被鬼清得最好的 谢谢 这么漂亮的花 大家看见吗 一个星期之后呢 在哪里啊 垃圾桶了 对不对啊 学佛 心中有佛 永远存在 所以人要懂得 身外之物 不要去追求 很多女孩子 很多老妈妈 你现在看到她这么老 她不像你们一样 年轻过来的 她如果生出来 还就这么老 那不吓人吗 所以要记住 青春一去不复返 好好地追寻 本性的东西 舍去外表的 和外在的那些物质 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个道理 不追求 不贪 平安 有一位年轻的商人 他被合伙人出卖 结果 人才两空 痛不欲生 想跳河自尽 最后他看到一位智者 大家都说 这位智者能解决很多问题 他就向智者 把自己的境遇 一一道来 这位智者 把他带回家 找出一块很大的冰 智者说 你把他给我劈开 这个商人 遵照他的话 拿了一把 大的斧头 拼命地砍 不料 任凭斧头怎么砍 冰块就掉落了 一点点的冰箫 商人说 这冰实在太硬了 智者没有说话 他将大块的冰 慢慢地放入一个大铁锅里煮 随着温度的升高 冰块在慢慢地融化 这个智者问商人 小伙子啊 你从中悟到了什么 商人说 哦 我对付冰块的方法不对 不应该用斧头砍 应该用火烧 智者摇摇头 我所让你看到的 实际上 是让你成功人生当中的 六种境界 哪六种境界 冰虽为水 但它比水强硬百倍 在寒冷恶劣的情况下 它能体现出 坚定钢铁般的特性 这是人生成功的第一个境界 叫百折不挠 水能够化成气 气看来没有形状 但是气能够凝聚 变得力大无穷 气能够让云层变成雨 这就是成功人生的第二种境界 聚气生财 所以要有人气 这个人才会有生意呀 水净化万物 水畅开胸怀 无怨无悔 然后净化自己 这是人生成功的第三种境界 叫包容接纳 水看似没有力量 但是遇到阻挡之物 耐心无限 碰到零零角角的磐石 照样滴水穿石 这是人生的 以柔克刚的第四种境界 水能够上能够下 上化为云 下化为雨 汇聚成河 可以高至云端 也可以滴露大海 这是成功人士的 第五种境界 叫能趋能胜 物似缥缈 却有着最为自由的本身 水可以变物 水的本身是自由的 锯可以集成雨 化作成水 善可以无影无踪 飘忽于天地之间 这是人生成功的第六种境界 叫功成身退 想一想 两千五百年前 我们的佛陀把这么好的佛法 传到了人间 他功成身退 涅槃俱进 他回到了天上 让我们几千年来 受着佛法的这种爱戴和享受着佛法的这种光芒 让我们懂得了应该怎么样慈悲 怎么样对人 怎么样做一个在人间不负众望的有情众生 这是佛陀 佛陀留给我们的最好的宝贝 那就是佛教 所以我们要感恩 要感恩 我们的人的心要像水一样 学佛人的心要柔和 要温柔去化解人间的烦恼 用刚强来战胜自己的劣根性 用奉献去换来感恩 用不失去赢得健康 绝望中我们要产生智慧 精进中得人生学佛的境界 你们想想看这些话听得多发喜啊 你们以为都是台长想的吗 菩萨天天跟我讲啊 那么你们以后怎么会去跟别人讲的呢 有一个级别很低的穿西装的师傅 天天在跟你们讲啊 想一想人要懂得谦虚啊 师傅说我级别很低 你们都认为我级别低吗 高不高啦 高假装 所以学佛人要懂得什么叫快乐 什么叫痛苦 实际上快乐和痛苦就是一种行为 是一种心理的行为 你认为他痛的 实际上他并不一定是痛的 想一想 母亲生孩子的时候很痛 但是妈妈很开心啊 她没有感觉痛苦啊 这是一种心理行为 与你的财富和年龄和环境是没有关系的 真正的心痛苦了之后 你实际上就专入了另外一个境界 然后快乐就会离开你 你就无法让自己得到满足啊 所以我们要拥有一颗知足的心 快乐常伴你左右 这才是学佛人的善心善意 所换来的知足的心啊 有人问台长 想要得到快乐 用什么方法 台长告诉你们 想要得到快乐 不是增加你的财富 而是需要在你的心里 控制和降低你的欲望 一个没有欲望的人 会变得很刚强 一个没有 一个人没有欲望 会让别人尊敬啊 想一想 一个刚正不恶的人 他没有 吃人家的嘴软 拿别人的手软 他当然是很刚强的 对不对啊 所以大家要懂得 怎么样 让自己的心 能够刚强 能够让别人得到尊敬 因为我不贪 我什么事情都随缘 别人就会尊敬你了 因为当你对别人 有所求的时候 别人就会看不起你 所以不贪财 不贪人间的身外之物 就受到别人的尊敬啊 大家要懂得知足常乐 实际上 佛法界讲了很多的道理 有一个四个字的道理 千真万确的成为一个基础的道理 那就是知足常乐 那就是无欲自然 心如水啊 所以我们人如果不想失去今天 又想拥有明天的人 师父就希望你们珍惜今天 在今天多布施 多多的让你的心 能够和菩萨结缘 多多的法布施啊 因为当你和别人布施出 这颗佛心的时候 你的功德才会无量 不能再浪费了昨天 又浪费了今天啊 因为今天和昨天 是你明天成功的基础 好好地把握住今天 学佛精进 看着别人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你不后悔 因为你努力了 等着吧 只要你努力 菩萨一定会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 台长 讲每一个小小的预言故事 都是让大家有所对佛法 在人生的弘扬有启发 有一个小猪和一个绵羊 一头卤牛 三个被关在同一个 这个山栏里 关在这个里边 有一次一个牧人抓住小猪 小猪好好大哭 猛烈地抗拒 小绵羊和卤牛 非常讨厌小猪的嚎叫 对着他说 这个牧人也常常抓我们 我们也从来没有大呼小叫的 你真讨厌 小猪听了说 哎 你们不是我呀 他捉你们跟抓我是两回事啊 他捉你们 是要你们的羊毛和你们的牛奶啊 他抓我 那是要我小猪的命啊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人不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看别人啊 看见人家痛苦 你没有感觉 因为你不知道别人在痛苦啊 这叫同体大悲啊 很多人立场不同 所属的环境不同 你很难了解对方的感受啊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家庭到处都在破裂啊 因为丈夫不了解妻子在一天家里付出的辛苦啊 妻子也不知道先生在公司里所受的冤屈啊 所以 所以了解那是最重要的 靠着什么样能够让他们相互了解 那就是慈悲心 所以我们要了解对方才能感动对方 我们要想救度众生必须变成众生 我们要了解众生的苦痛 我们才能救度他们 希望他们放下架子 好好地和我们一样努力地学佛 好好地理解别人 所以有一句话叫理解万岁 学佛人的对别人的失忆啊 伤痛啊 绝对不能幸灾乐祸 要关怀理解 要人伤我痛 真正地站在别人的位置上 你才能了解别人 所以度人一定要了解他 你才度得到他人 现在人的心态很不好 台长经常讲 有一个瞎子 他可真是一个哲学家 他在分析 他就告诉别人 当一个人说一件好事的时候 告诉了另外一个人 这个听他说好事的对方 发出的声音会有悲惨的音符 敌方说 我告诉你啊 我们家中六合彩了 我的孩子考上了精英中学了 是吗 恭喜你啊 因为他忌妒 他难受 当听到对方说一件悲惨的事情 我撞车了 我车全撞烂了 我一条腿都割了 我真的很倒霉啊 是啦 怎么会发生的 什么时候啊 撞了要紧吗 那一条腿还在吗 幸灾乐祸 所以不理解对方 你永远得不到别人的真心 修行 这个人修得越好 慈悲心会越大 所以魔障也会多 所以要修到无声法冷 才会去除人间的痛苦 大家知道什么叫无声法冷 就是要去除我们心中的忍耐心 这是一个更高的境界 夫妻吵架 我忍 我忍 实际上不是学佛人最高境界 终于有一天 你会忍不住跟他打起来的 最高的境界就是 我没有忍耐心 你今天怎么骂我 对我不好 我没有感觉你在骂我 我只感觉到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恶缘 好好念经就会化解 所以我不会生气 我也不要去忍 那叫无声法忍 台长讲经说法就是用白话 希望大家都能听得懂 所以我们对于魔考来了 要静转而心不转 心中就有佛光普照 我把这句话曾经告诉过 我在悉尼的一个弟子 他说师父 我牢牢的记住了这句话 我一天都不会忘记 最后有一天 他在老公骂他的时候 他实在憋不住了 他冲着他老公说 你骂好了 你骂好了 我知道 这是魔考 你就是个魔 你在考验我 我不会生气的 接下来他老公 手上的杯子就砸过去 要记住啊 我们学佛当中 不管有多大的困难 不能退转 要坚忍 一个成功的人 修学能够成功的人 要在世界上 学会吃两样东西 一个要学会吃苦 第二个要学会吃亏 我们人的习气 要学会自己把它了断 很多抽烟的人 自己戒烟了 很多毛病心情不好的人 他自己把自己修的烦恼 越来越少了 这就是修行的功夫 如果你修行的功夫多一点 你的烦恼就会少一点 如果你的功力越大 你就是犹如一个孩子 我们小时候碰到一点事情 觉得大的不得了 妈妈出大事了 妈妈说 没有关系 我跟老师去讲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也是 碰到什么事情 没有烦恼 什么大事啊 你们记住 师父一句话 人生唯一的一件大事 那就是死亡 除了死亡 没有一件事情 值得你烦恼的 所以把死亡 这个最重要的事情 修修好 你就什么都不怕了 那你就可以上天 你有后路了 我们因为有天上 更漂亮 更美丽 更伟大的一个家 所以你还有烦恼 还有业障的时候 就是要知道 你修行还不够 所以不能放弃 坚定的去修 你一定会成功 有一位大德和他的徒弟 下雨之后走在泥土中 他们的新鞋子啊 全部沾了很多的泥巴 种得不得了 走都不能走 他的徒弟问 师父 你出来为何不换双一双鞋呢 这位大德看着村子里 泥泥的路 意味深长的说 弟子啊 换鞋不如换路啊 弟子顿觉心头一正 诶 师父为什么说换鞋不如换路呢 在这个大德的带领下 他们整个村庄 找到了一条石头路 从而易捞勇欲 下雨也不要受到换鞋之苦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换路虽然比较复杂 换鞋比较容易 但是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总是抱着 我想改变这个世界 不如改变自己的想法 不知的 适应着外界环境的变化 随波驻流 殊不知 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要以自己的忍耐心 和坚定心 去寻找一条 让自己获救的道路 如果你经常受到外面的影响 你就会扭曲本性 佛法八万四千法门 如果你每个法门都去修一修的话 可能你几辈子还不能上天 一门精进 好好学佛 你会懂得真正的人生 因为我们真正能成功的都是专家 而不是普通科的医生啊 什么病都能治的 只能做普通科 而能够成功的人 那就是专家 我们现在是回天的专家 我们现在要修到西方极乐世界 世圣道 我们一门精进 好好努力 我们一定成为回家的专家 鼓掌鼓得很热烈 好像你们都很开悟一样 有本事 我要看你们五十年之后在哪里 你有一次在新加坡几万人法会 我问了他们了 我说五十年之后你们在哪里 全部在下面说 我们在天上 结果我跟他们讲 你想着 记住了 好好修才能上天 不好好修 每天贪成吃啊 你呀 不是在天上 你再回人间吧 有一位同修不信佛的弟弟未出学 弟弟在昏迷中对他说 你家里有两包东西很好 能上西方极乐世界 同修这时才想起来 是指的 他弟弟的念诵的小房子 弟弟醒过来 还看见观世音菩萨和两尊 不认识的菩萨来到他的病房 后来他的弟弟身体完全康复了 下面请大家听一听这个录音 谢谢 师父你好 你好 跟师父分享一件事情 就我们这边有个同修 不学佛的弟弟 然后因为未出学 然后出院 后来在他昏迷的时候 就是能有点不亲的时候 半夜里 他突然跟同修说 他说你家里有两包东西很好 他说可以上西方极乐世界的 那同修当时很猜 他说什么东西啊 他说你自己放的 自己知道 那我同修一想 因为他给他许约69张小房子 给他弟弟 然后他弟弟到 后来醒过来 真的醒的时候 他还说他开的观世音菩萨 放在他病房里 旁边还有两尊菩萨 他说他不认识 然后叫他老婆一直跪伴 这个就是菩萨 完全正常就是菩萨在救他呀 他能够看见菩萨 对对对 真的菩萨真的很慈悲 我跟你说 零的不得了的 真的很零很零 谢谢 台长每天在广播里回答他们问题 每一天都有 几乎都有 红法 所以你们的师傅是不要命的在红法 我希望你们也好好的多多度人 真的不要浪费时间 一般的男士一天和女士一般的睡八小时左右应该够了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六小时 医学上说也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希望你们不要贪睡啊 你们知道贪睡也是一种罪孽啊 所以人不能懒啊 懒的人上不了天的 听得懂吗 师傅 这个很喜欢说笑话 这个笑话呢 告诉大家 也有道理的啊 大家就听好了 有一个人说 如果你在名牌大学 你身边有个爱在教室里睡觉的姑娘 那你就娶她吧 那么人家说 为什么 他说有很多道理 第一个 能够在教室里睡得着的姑娘 他肯定不打呼噜 第二 这样的人 他也能考上名牌大学 说明他的智商很高 第三 他睡觉可以不盖背 不感冒 说明他的身体非常好 第四 他上课光顾着睡觉 没有时间和其他帅哥短信传情 所以爱睡觉的姑娘 都是好姑娘 你娶她吧 人间的迷惑 主要来自于你心里的诱惑 所以自认为是对的东西 明明不如理 你也觉得它是对的 所以家庭的夫妻争吵 为什么会吵 因为老公以为他是对的 老婆以为他是对的 这样老公明明没有理 但讲的全部都是理 把妻子气得半死 有的妻子明明没有理 讲的全部都有理 把老公又气得半死 所以在人间一个无理的事件 为什么可以把它说得这么有道理 这就是打官司可能让你再会生气的原因 所以因为人间很多东西都没有是非 团部都是因果和因缘 师父跟大家讲 我们人在跟外面的交流当中 很多人会有依赖感 所以经常会失败 以为这个人很能干 你就跟他了 当我们跟自己的心在交流的时候 其实心是你自己最帮助你的 所以经常的扣心自问一下 你最亲密的朋友是你的心啊 台长告诉你们 人的心会说话的 你们知道吗 你们不知道啊 人的脑子里心和自己会讲话 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听 这里有个东西 没人拿的 我可以拿的吧 心里讲话了 不能拿 因为这个是偷盗 什么偷盗啊 我又没抢又没偷 这东西为什么不能拿 没人管的吗 不行 学佛人不能拿人家东西 不能拿人家东西 这个不是拿呀 那也不好 会悲业的 这悲什么业啊 拿一次就悲业了 你知道你是菩萨吗 哦 学佛人 那我不去拿了 那我还是留在那里吧 不是我的 不应该拥有 你的正念 战胜了你的心中的邪念 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先跟心里的这个朋友交流一下 先自己问问你的良心 其实就是问问你的本性 你愿意不愿意去损害别人 所以我们人就是要架起一座 和自己内心沟通的桥梁 其实只要有这个桥梁 你已经是悟性的开始了 好好努力呀 人生难得啊 这几天多发喜啊 到了吃饭的时候 有人给你们端 哎呀感恩啊 要喝水 有人给你们拿 义工像护法神一样 这么多的人聚在一起 也没有吵吵闹闹的 这么干净啊 心都干净 一开口就谈佛 你们不是在天上吗 还在哪里呀 如果今天来的这么多的人 全部都是贪名贪力的 为了某一个产品的话 每一个人你看我 我看你 你卖多少钱 我卖多少钱 你看他又去拉别人了 你看他又去拉那个人去卖了 你看看心不一样 在这里你们坐着放心 因为没有人在这里会骗人的 因为他们不敢 你敢好了 看看护法神的眼睛吧 师父的眼睛没有护法神大 但是你们也怕 好好学佛 好好修心 不能做错事情 爱国爱民 遵机守法 不能练才 好好念经 做一个人间菩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